屋东最前线的顿内刺客 这几天炮击声没停过 记者所到之处 只见民宅几乎全毁 这里的居民只剩下卑微的心愿 顿内刺客居民不堪连续轰炸 内心早已经筋疲力尽 不过美国五角大厦 却也在这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最新一轮总价2.75亿美元的军援 包括反无人机防空装备弹药等 美国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希望能防堵俄军用伊朗制无人机 继续发动空袭 然而俄罗斯总统普庆本来说 好不会在冲突中率先使用核武的军事准则 现在因为这一席话恐怕出现大转弯 普京指出如果美国采用先发制人攻击 俄罗斯也会考量面临威胁不排除动用核武 他在一个星期内两次提起核武 似乎为军事行动升级埋下伏笔 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战略升级更加白热化 也难怪北约秘书长担心乌俄战争失控会演变成欧洲大战 TBN新闻综合报道 夜空刺眼闪光下一刻 伴随轰炸声镜头上下晃动 乌克兰南部又遭遇俄军猛烈攻击 位置就在欧洲最大核电厂的对岸 尼克坡 乌克兰官员指控俄罗斯五波空袭 把平民当成目标炸基础设备 造成四人受伤 不过这并非唯一遭受空袭的南部城市 新一波炮火部分地区电力受损陷入其黑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直指 俄罗斯动用15架伊朗制无人机彻夜攻击 10架成功被击落 复电工程还在持续 不止南部乌东战火也未停歇 乌克兰东部的巴赫姆特重要战略地守得艰辛 俄罗斯在战场上相对也伤亡惨重 甚至连境内都难幸免突袭 因为俄罗斯在前线美矿域下 也让人怀疑普京这场战争该怎么继续打下去 TVB的新闻做不到 英国台风战机威武升空 不过未来英国空军可能还会再加上这个胜利军 这庞然大物就是英国次世代逆宗战机暴风的模型机 而这次英国不只携手老朋友意大利还邀请日本共同设计 这架最新战机是英国全球空战计划的一环 将由英国航太系统联手意大利利奥纳多集团 以及日本三菱重工打造 预计将配备最先进的感测器和数据系统 增强人工智慧和数位能力 部分性能甚至可能超越美国F-35战机 暴风战机预计最晚会在2035年服役 这是日本二战结束后 首度将国防工业扩展到美国以外的地区 除此之外 日本自卫队也时隔四年 找来英国陆军在群马线进行防卫延训 在此同时 日本还和澳洲展开国防外交2加2会谈 由美国拉起的抗中联盟 似乎正在以日本为基地 打造对抗中俄与北韩军事威胁的新防线 TVB的新闻中不倒 法国球星姆巴佩当众露出灿笑 就是因为看到英格兰队长凯恩 踢飞关键罚球 让法国队抢下最后一张四强赛门票 法国球迷期盼姆巴佩可以在胜下两场比赛大发神威 让法国可以成为史上第三个成功未免的国家 现在世界杯四强出炉 由美西领军的阿根廷将要碰上摩迪 无了理其作证的格子军克罗埃西亚 另外卫冕军法国则要与大黑马摩洛哥交手 同是大巴黎球员的姆巴佩 与摩洛哥后卫哈基米两人将要同场上演顶尖对决 根据奥地利盘口公布的最新夺冠赔率 魏冕军法国2.15最被看好阿根廷2.6 至于另外两队克罗埃西亚8 摩洛哥9则相对不被看好 只是摩洛哥的球迷似乎想把握当下 享受闯入士卒四强的美好 深夜时分一居巴黎的摩洛哥侨民 越夜越嗨他们沿路踹门砸东西 甚至在香榭大道上大放烟火 巴黎出动大批正报警察 还用催泪瓦斯驱散这群摩洛哥球迷 还逮捕至少36位姿势分子 现在就怕周四凌晨登场的准决赛 摩洛哥对上法国球迷姬秦惠再次失控 法国这报警察以及权力警戒 TVN新闻综合报导 抱头跪地掩面是累 葡萄牙球星 C罗的最后一次世界杯 就在这一夜结束在八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 其实葡萄牙上半场就以0比1落后 C罗在第51分钟被换上场 寄望成为对上救星 无奈中就没办法改变比赛 他也留下不甘心的泪水 比赛一结束 C罗完全不管队友快步离开球场 而且一路从场内哭到进球员通道 五次带领葡萄牙踢进世界杯 C罗却无法拥有大力神杯 大黑马摩洛哥改写历史 不仅成为首之晋级四强的非洲球队 更是阿拉伯世界的骄傲 另一边被受关注的英法大战 也有人留下满满遗憾 法国队靠着曹亚文尼的世界波远射 以及吉鲁的进攻取得2分 但英格兰第84分钟 经VAR判决获得罚球机会 没想到操刀的凯恩 这球却踢出一个大冲天炮 让全场英格兰球迷好错愕 少了近离葡萄牙 英格兰也打包回家 接下来的士族准决赛更戏剧性 由梅西领军的阿根廷 对上格子军团克罗埃西亚 另外卫冕军法国将会对上黑马摩洛哥 外界认为最后决赛很有可能会是 法国对上阿根廷 不过克罗埃西亚跟摩洛哥 会不会再扮黑马 也让士族决赛的对战组合 充满不确定 TVN新闻综合报导 大街上放起烟火手摇旗帜 比利时的摩洛哥球迷 大朋友带小朋友开行庆祝 只是狂欢热闹的场面瞬间扁掉 狂欢变成暴动 夜晚大批警力为安出动 水炮车当街制服捣乱民众 当地最大摩洛哥社区会这么疯狂 全是因为摩洛哥打破非洲魔咒 成为史上第一支 踢进士族四强的非洲国家 不只代表非洲 摩洛哥也代表整个阿拉伯世界 其实在他们迎求后 不只在比利时 英国伦敦街头还和警方发生推击冲突 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巴黎凯旋门前 就连西班牙马德里街头 也有球迷点燃信号胆庆祝 摩洛哥最大城市卡萨布兰加更有人起码狂欢 摩洛哥球迷的热情其实早就从比赛开梯前 就已经在杜鹤出现 因为比赛会场外头没买门票的球迷 想硬闯进门 和危案人员出现拉扯推击 现在摩洛哥写下奇迹 也让大家更关注这批非洲黑马 还会带给球迷什么样的惊喜 TVBS新闻做不到 戴萌的大猫熊走向玻璃窗 在卡达适足赛四强赛前 面对荷兰阿甘廷的两面国旗 他一掌拍下去 大猫熊选择阿甘廷 赛后却使阿甘廷踢走荷兰队晋级 这是中国大陆送给卡达的大猫熊 在上个月17号公开亮相 就随着适足开踢加入预测战局 还有这场赛的英法大战 大猫熊也拍中了法国队晋级 不过摩洛哥击败葡萄牙 大猫熊猜错 以及巴西输给克罗埃西亚 也压错保 在现场赛的预测成绩输赢各半 近日我们的旅卡大熊猫 已经多次成功预言世界杯赛过 张宇哥后继有熊 卡达这两只大猫熊走红 尤其先前德国PK日本赛前 大猫熊先是闻一闻日本国旗 最后把手搭在日本国旗上 命中了日本暴冷银球 还有不给先当家面子 他撞上卡达输给厄瓜多 现在每回赛前都让大猫熊猜一猜 成为本届世足赛的场边娱乐 媒体座位摆放的照片 留下灿烂笑容 前头还有人献华致意 这是美国足球记者华尔采访世足赛的专属座位 卡达世足球场内大櫻幕同步放上华尔的照片 因为就在八强荷兰对阿根廷的比赛 华尔在采访途中突然走势 从在现场采访的同业好友 难以置信华尔会一走了之 消息传回美国 就连NBA巨星詹姆斯都表达缅怀 采访过八戒士族的华尔月初才刚过48岁生日 还获国际祖宗表扬 现在大家都想知道为什么他会在球场猝死 外媒报道华尔疑似心脏病发 因为他稍早曾说过自己有胸门症状 也说工作太忙 因为卡达士族紧接在欧洲联赛后登场 他已经至少连续工作17天 无法好好休息 这次卡达士族开赛前 华尔因为深远LGBTQ穿上彩虹T恤 还一度遭到卡达政府逮捕 而他逝世前最后一篇推文 也报道荷兰和阿根廷的战况 华尔把一切奉献给足球 直到他人生的最后一刻 TVB新闻做不到 中国大陆的罐头厂商贴出公告 黄桃罐头没有药效 不要盲目囤货 因为这在东北地区被盛传能治百病 还登上微博热搜 毕竟现在还出现一份囤药清单 让药局的药被扫光 进入医院门诊大排长龙 黄桃是报道前总编胡锡进 自拍北京的医院实况 还批评北京当局 每天通报病例数失真 干脆不要报了 在北京的话 可能每个人都会扬一回 那只是早晚的事吗 我其实是很害怕被感染的 因为现在北京疫情感染数字 正在逐渐上升 中国大陆取消防疫风控 但是多数人反而不敢出门 各个商场空空荡荡 电商巨头 京东创办人刘强东 自曝染疫经验 根据我个人干涉的 真的是比感冒还轻微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方丈的情绪 各地大老出面喊话 不要恐慌 还有官方支持的抗疫权威 钟南山 三月前说 面对欧目狂没有一个药有用 要坚持严防死守 现在大改口 所以他感染不可怕 百分之九十九 可以在七天到十天完全恢复 欧目狂出现已经一年 钟南官方一个超大法夹弯 从喊了好久 不是大号流感要坚持清零 一个瞬间要14亿人相信 染疫不可怕 让不少人一时之间 可能还跟不上 TB新闻综合报道 我本来就只想买莲花清温胶囊 但是他只能卖一盒给我 然后呢就是必须要配其他药 莲花清温是中国大陆正抢手的感冒药 不是买不到 就是被药局强迫连带购买其他少用药物 原本一盒约100亿台币 包裹是贩售 得掏出约800亿台币才买得到 你们能不能单一的向你的这个供应商去采购 布置药局打从上的供应商就有问题 各地严打解封乱象 除了药物 外面关注中道解封之后的经济 无法立刻复苏 路透社前往新闻病毒最早出现的武汉 发现餐厅不是继续锁着 就是一桌客人都没有 艰难的很艰难的 根本的坐不下去了 放开了阳性都出来了 都根本没人了 都相信在这个以后 盖封以后会回到以前 都要真是幻想 武汉的批发一条街同样冷清 对人站在门口洞张希望 原来汉政间也是嘛 批发地方像这边人流量都比较多 像有的就是外面那种 比如说外地的也会去来 现在的话基本没有了 如果明天还是这个样子 人们都得撤 是吧 根据高盛分析 中国的重新开放之路将相当艰辛颠簸 因为干人数可能暴增 对近期的经济成长 只会带来更大的下行压力 体育新闻综合报道 因为审核的是中国的方面 我们有去问说 那到底是什么样不核 但是我们没有得到答案 大陆进台湾食品进口 卫福部也不知道文字 哪里有问题 但陆方注册审查 七大不过关原因 第一名就是文字不符 要求高达621件 其次是生产许可证 499件 企业申请书396件 和产地声明352件 这四项不符要求 就占96.7% 而其余三项原因只有36件 是否刻意刁难不得而知 但外传接下来 有更多产品或产业会被禁 受影响都是食品业 至于食品业以外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讯息 说受到这一类的登记的影响 台酒公司 这次有130万的订单 被大陆卡单 而据了解 他们在华的注册 这次有三款的产品 分别是啤酒 玉山 高粱酒 以及威士忌 不过有业界的人士指出 其实威士忌尽管是被禁止 但还是能正常出货 据了解 威士忌非直接销往大陆 而是走小三通货 香港经销商 才不受影响 国库署说 台湾酒品销入业者中 15家已补件 但有8家补了被退 包含金酒 金车和台湾烟酒 有部分就是目前的了解 是没有补件的意愿 不是很方便提供 他们被影响的一个情形 到目前为止 我们本来3000多家的 现在只有792家 可以疏销中国 而财政部统计 台湾去年出口酒水 到大陆香港 金额约百亿台币 今年前11个月约40亿 占比超过四成 今年损失多少营业额 得再评估 但经济部先自救 毕竟食品业多是中小企业 拥有的营运资金 和振兴贷款 提供信贷8到10成 和利息补贴 本来直到今年底 也研议明年续半 台湾百家食品业遭进 从农与产到酒水 下一个轮到谁 两岸僵局未解 企业就只能被动 成为牺牲品 TVB的新闻中华报道 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 不只是经济经济绕台 连做生意都不照规矩来 大陆海关总署 再度暂停 一批台湾食品进口 苏贤长严厉呵斥 说这就是歧视 会说是歧视 不是没原因 毕竟同样是食品进口 其他国家多半只要上网填报 我国则必须值本申请 别人申请期限都到明年6月30 而我国则止到今年的6月30 而且就连为什么被打枪都没讲清楚 只是过去曾代表我国书席 APEC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却在这时炮口对内 这不是突如其来的事情 事先我们要掌握 我不想在这边做任何的批评 而是赶快去处理 我们跟大陆签了23个协议 其中有一个是农产品检疫跟检验的协议 已经有现成的管道 为什么不用呢 不想任人宰割就要拿出办法 但从去年的凤梨世家林雾 到今年的石斑鱼白带鱼等 接连被大陆禁止输入 如今这份黑名单 就连台皮高粱沙市都被列入 面对类似情况 也被质疑警觉性不太足 日本不管是水 这个水产品加工也好 食品加工也好 大家输到大陆的量 可能是我们的好几百倍 他就定了一个所谓的 输入中国注册的一个辅导的一个办法 所以说辅导工作不是没在做 但跟他国相比之下 似乎还是差得多 月初才造访日本冲绳 不到两个星期 台北市长康文哲又要去新加坡 说要推广台北市镇 但都要卸任了 这责任不是该交给准市长蒋万安吗 蒋万安一贯支持回应 康文哲交棒前赶着出访 这次换快闪新加坡 15号凌晨出发 要去参访当地的智慧城市 跟双语教育 16号晚上就抵台 虽然只有两天一夜 但25号就要交接 等于返台后只剩八天 他就要卸下市长职务 政治还是连续的 整个台北市的一化计划 我们还是有拟定大纲 包括大数据中心下面怎么走 还有双语教育 新加坡花28年才完成整个双语教育 我觉得台北不可能花那么长的时间 要向新加坡学习 但控制回来后 怎么利用当市长的这八天来推进 局处长也不是人人都留任 加上双语教育跟智慧城市 也不在24个交接项目内 更别说未来市政破话 全取决蒋万安的政策规划 等于去这一趟 很可能没有用 如果没有办法落实 那你现在不是就是在浪费台北市民的公堂吗 还是柯文哲柯市长 您真的想要答应蒋万安成为他的市政顾问呢 未来如果他不具有公职的身份 出访可能安排不到官市 或者是高阶的这个会面 卸任的时候还是要卡市政府的便宜 去进行这种个人的外交 我觉得是相当可笑的 蓝绿议员同声批 柯文哲就算带回成果 也得看柯规蒋万安跟不跟随 TVBS新闻华少平立平台北报道 要选民把对自己的支持 转到接棒补选立委的王洪威身上 选台北市长蒋万安 现在不只要巩固选民的心 还要为小内阁人士伤脑筋 市长林一华委员 是不是接下来要接你第一波的副市长 是怕强行先锅盖饭就不香了吗 蒋万安不愿多谈 但据了解林一华请辞国民党 格市院院长的党职 准备要去当蒋万安的左右手 而且不会拖到二月 在第一波小内阁名单就会现身 我们在征询人才的过程 都有很好的进度 而且其实也得到很好的回应 那我想接下来也就是明天 我们就会公布第一波新市府团队成员 介绍给大家认识 强调在等一天就能知道结果 只是一旦林一华12月25号就职 他现在的大安区立委就得展开补选 也难怪之前一直传出征询议员的声音 避免背说技术性逃避补选 又让国民党少一席立委 但蒋万安似乎也管不了这么多了 因为小内阁的人才一直被拦胡 像是北市地震局长张志祥被高红安挖走 就连原本锁定当客委会主委的徐世勋 也被自家人张善政召去桃园 所以被猜测就会找林一华不等了 好的人才大家都会争取 人才为各方所用我们都很乐见 那各地人才的交流也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怕这锅饭再闷下去都要变锅吧 蒋万安不再紧包锅盖 就看掀盖后选民觉得这饭够不够香 这一尊常被cosplay的蒋公铜像 目前就摆在建筑校园门口 一进来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地方 但是现在内政部为了要加速去威权化 鼓励县市政府还有学校来拆除蒋公铜像 而且每拆除一座就给十万元补助 绿营执政下成立的促转会 解散之后由内政部承接清除威权象征业务 目标就是扫除现在全国尚未拆掉的 九百多座两奖铜像 池国勇任内拍板编列一千一百万预算 只要拆一座就给十万 而虽然现在已经生效 但目前尚未接获宣请 只是每天进校门都会跟蒋公见面的学生们 可没把这铜像当成党国洗脑教育 我觉得他要留着 他代表我们建中人开放的心态 反而是跟以前做出一些反差 因为以前铜像我们都不能对他做任何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对铜像 上面对他做装扮 然后圣诞节给他戴个帽子之类的 我不会太意识形态的去看他 就我会认为因为从小看到大爷 算习惯 干嘛拆掉啊 留着就好了 两年多前学校有召开了校内的校务发展会议 那大家的共识是说 希望把蒋公铜像还是留在校园里面 那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课程教学的一个议题 而全台最多蒋公铜像的台北市 作为蒋家后代的准市长有计划吗 我们看内政部鼓励移除威宣 最高补助十万块 谢谢大家小心讲 赞成内政部移除威宣 连说谢谢就是不回 蒋家人一辈子的难题设法不计划对立 TVB的新闻张敏如张一科台北报道 抗议中共的游行出现在英国伦敦 队伍中有光复香港 西藏旗帜 还有出现我国的国旗 写着让台湾保持自由 伦敦时间的12月10号 世界人权日是不分种族 性别政治等每个人都有天生不可剥夺的权利 香港人海外争人权同时 前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因为长期让他的顾问公司 进驻使用香港苹果大楼被港府认定违反租赁契约 滥用政府土地 遭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以两项诈欺罪 判刑五年九个月以及罚款近八百万台币 法官又说 全媒大亨不代表有第四权就不犯法 不能够话执法机构检控等同攻击新闻自由 港媒报道李志英没向法庭求情 另外他还有国安法审判 因为向特首李家超搬出北京人大视线 阻止他聘请英国辩护律师 审判延期 未来罪名若成立可能终身监警 美国公文批评判刑不公益 外面关切李志英的官司不只是因为他的媒体帝国瓦解 更是香港民主派的声音沦为阶下囚 TV新闻综合报道 天冷泡温泉的季节 北投复兴公园免费温泉池挤满了人 有比之前多一点 可能天气冷的关系 之前脚受伤 然后想说这边好像会治疗的样子 所以我就来这边看 那有没有也是因为天气 对啊 都有点流汗 北台湾只是因为东北季风 下着雨更加湿冷 而且未来一周温度阶梯式下降 到了周三冷空气南下 北台湾气温略为下降 但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到了周六17号 冷空气南下强度更强 甚至有可能是入冬后首波寒流 从预报资料来看 目前1028等压线已经压到北台湾 代表将受到冷空气影响 主要影响的还是北部不至于到霸王级寒流 全台都有感 17号这一波就不排除有可能 这个是基地问题啦 今年这个现象来的相对比较早一点 没有冷空气在我们附近 我们被冷空气影响的机率比较高了 气象局长正明点拿出美国气候预测中心的图表 复北极震荡显著原本在极区的冷空气 明显移到中纬度代表台湾被扫到边的机会不低 只不过周六有可能就迎接寒流也就是北台湾低温恐怕下摊到10度 外套保暖衣物记得先准备好 这本新闻连续就有学院台北报道 那这是我们的雪花猪肉 雪花猪肉放上机具 每切出一片就利落卷好 依照客重拿取需要的份量细心排列在外带盒 套餐餐盘也不马虎 高丽菜玉米红喜菇排列整齐好再盖上盖子 把食材和锅底放进袋子里将外带火锅交给顾客 疫情虽然趋缓 但火锅店的外带生食还是很夯 想要方便自己在家里吃的话 就会在外面买生的回来煮这样 比较方便大家平分这样 然后也可以避免在外面吃 自己现煮可能我觉得比较新鲜更好吃 就如果它煮好就可能会觉得 东西会老掉什么的像肉 就把火锅煮熟拿到家 风味不如自己煮来的好 连组火锅店外带生食 只要内用菜单看得到的全部都可以点 份量不变也可以一并雷点 外送熟食占比三成 而外带生食占比达到七成 打开包好的高汤汤底 全都倒入锅内准备下锅烹煮 吃到宝麻辣锅也能外带生食 推出特定套餐不止全部打五折优惠 就连加购的单点商品也是五折 其中有30%的人外带生食 70%的人选择外带熟食 但没有顾客选择外带熟食 不少的像是家庭课或是学生 还有商务课都蛮喜欢这样的一个配套 家里跟朋友一起围炉用餐 然后观看球赛等等的 所以有基本的一个量 大概两到三成左右 疫情期间不少民众选择外带在家吃 以后这个习惯延续 也让火锅生食外带继续扩展新商机 纽约新闻是某些逃生人 台北采访不到